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网民讚是美麗腥王 還有人看好她年尾頒獎 莉成為女歌手大贏家 出道十三年的Janice 會否被人讚得飄飄然 我真的沒有想過獎項 直接看到一些新聞出來 我就開始 咦又想了 但以前我一直都沒有想過 自己做好音樂 當然如果可以拿到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努力踏出我的舒適區 很多東西我好像重新開始學習 前年離開Leon舒適的懷抱傳會去華納 今年先出碟 還挑戰國語碟 早派去到北京要每天衝破語言障礙 全日做國語訪問 到第三天我終於都有點上心去說 因為我首先要想個答案 我要用英文來想 然後還要去翻譯中文 在北京所有媒體對我很有耐性 起碼都沒有那些很糟糕的toast 明年還會舉行第四次個人紅館show 很多焦點都放在她的電單車身形 但她就著眼放在製作和音樂上面 那這次嘉賓有誰呀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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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呀 哈哈 其實就是想有一個驚喜 所以就真的不想說 這次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次真的在各方面都有參與 即是在選歌 或者在製作 台上的設計 即服裝 全部都會去參與 即開會 很多我喜歡的東西放在這個show 即是古靈精怪的東西 亦都是透過不同的演唱會 在內地亞 或者在香港 各個的歌迷都會問我 即是會否可以唱這首歌 雖然你沒有推動過 但很好聽 那所有就集合 即是集合所有這些歌 在這個show就會唱 35歲的她和妹妹一樣單身 之前有位弟弟發展中又沒有了夏文 那家人有沒有催 媽媽經常問我 何時結婚 那我沒有了 有一次她說 你快點認識韓國的男人 我覺得每個女人都期待 我自己相信我有一天會